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谈全球 遇到每个礼拜三的环保气候议题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我们的环保头号公敌是一些塑胶垃圾 还有福岛即将要排放核废水 这是我们有哪些地方要来特别注意呢 不过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介绍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是我们专题组的记者丽君 丽君你好 主位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首先我们就要跟丽君一起来跟大家讨论的 就是我们的塑胶垃圾现在到底有多严重 来看看我们非常珍贵宝贵的河川资源 现在居然有136万公升的河废 也就是河川垃圾 竟然有八成都是塑胶制品 这非常非常惊人 我们先来看这一条溪 它是新竹的头前溪河川 它的废物调查计划是由荒野保护协委 他们来进行的 发现说居然有八成都是塑胶垃圾 而且有八成的垃圾还集中在10%的河岸 到底是哪些地方包含像是旧舍大桥到豆腐盐 还有中正桥附近一带 这些地方垃圾是比较多比较明显的 而且他们发现说这个垃圾总量 大约是136万公升 它相当于是9.7万个双北垃圾袋14公升 这么多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没有想到在这个河川里面居然聚集了这么这么多的一个河川废弃物 而且呢 这个塑胶制品有八成都是一次性的塑胶制品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像是宝特瓶啦或者是塑胶袋啦等等的 那么在这一些的塑胶当中又有哪些的东西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刚讲到这个河川的废弃物就有八成是塑胶的制品 那当中呢塑胶容器就占了37% 还有饮料杯啊吸管就我们常常喝的这种杯子 大嘴喝手要饮的杯子 这些吸管就占了27.7%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塑胶袋 塑胶袋也占了18.1% 其实就是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平常都在使用的塑胶垃圾 那其实呢像荒野保护协会 它其实就谈到了 就是源头的减费观念呢一定要落实 如果没有干净的河川 其实淨灾就是可能没有终结结束的那一天 而为什么会谈到就是新竹的这头前夕的核废器物呢 像是这个它主要是高铁沿线的一个枢纽 像是交通枢纽 还有热门的景点也是在这边 还有整个热点都是在这里 所以人潮也会很多 游客也会非常多 所以变成大家来到这边就会丢弃很多的垃圾 所以会造成这边的污染 像是河川的废弃物就会非常的严重 好确实好像一些热门景点 它们都会面临一些垃圾很多的问题 所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现在减速这件事情真的是刻不容缓 那么我要带你来看的另一个例子 是我们台湾的连锁超市龙头 它们要如何在减速的一个工作当中 又能够提升业绩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每次去超市的时候 通常结完账大家好多手上都是塑胶袋 像不管是这种宝特瓶啦塑胶袋啦 常常都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些塑胶制品 虽然说它真的很方便 可是它带来的同样也是我们对于环境上非常大的一个危机跟灾害了 所以我们继续带你来看到 其实在台湾超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种一次性的塑胶包装 不只是你最后结账会拿到的塑胶袋 还有就是像饼干啦 或者是一些我们看到的巧克力等等的零食 这些它其实都是用塑胶包装来包装制成的 而且呢它一年呢至少会有18亿件 所以是非常的惊人 那么包含像是呢7月初的时候绿色和平他们其实就有把他们的吉祥物 特别让他穿上一个塑胶袋 就是要来提醒他们说 他们生产或者是制造的这些塑胶袋真的太大量了 要点出他们现在有很严重的一个用 使用一次性塑胶的一个问题 那么呢像是我们提到 像我自己也常常去这一个连锁超市来购物 其实就会很常发现到他们所使用的一个塑胶包装 很多啦产品都会有的 那么另外像保利融合 比如说他们装肉的就会有保利融合 上面就会有一个保鲜膜 几乎每一个都是很常看到的嘛 然后另外像是泡棉网套啊 像是如果是在水果上面就特别的明显 而且几乎是每一个都有 可是我自己确实有看到出来他们有做一些改进 比如说现在他们会用裸卖的方式 所以说他们做出的改变有哪些呢 因为刚刚讲到就是他们其实是整个超商龙头 所以卖的东西我们大家都会去购买 那其实他们现在呢就要从开始源头减速开始做起 那他包含就是做出了3R就是reduce这边 他其实从源头开始减少一次性的塑胶废弃物 上次刚刚讲就会讲到就是他们其实会开始做裸卖 就包含像是一些蔬菜类啊 奇异果或者是苹果 他们其实就是放在那边 他们原本一开始是会担心说裸卖啊 就是这个可能没有办法 销量不好吗 对销量不好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保存的比较久 因为容易磕磕碰碰就坏掉了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了数据说 其实裸卖之后啊 他整个销售比例从现在已经提升到47%是蛮高的 那他们预估呢今年可以达到55% 所以其实他们的态换率是高的 所以他放在那边很快就会卖掉了 所以他们对于一开始的担忧已经是减少了 另外一个呢 他就是希望开始是reuse 就是说卖场提供重复使用的购物托盘 像他们有一个做一个后纸的托盘 那可能大家夹完东西放进去之后到结账 然后这个托盘还可以再回来重复使用 那另外一个最后他们就说是recycle 就是要来整个塑胶袋全采用这种回收塑胶袋来塑胶来制成的 那可能他可以即便是要用塑胶袋 但是这些塑胶袋最后还是可以回到整个回收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不会再增加塑料的就是让这数对素质产品在增加 那他们其实有一个统计 就是他们的CSR报告当中呢 他是说他们整个透过容器啊循环或是减速的 整个方案上面来说他们已经减速达到25% 就他们等于是从这些裸卖或者是托盘 或者是一些源头的塑料开始减少 好确实啦不得不说在像超市的这些商品 要我们完全做到无塑真的是不太可能 但是至少有做出了一些改变 尤其是这种领头羊他们带头来做起的话 也会比较有效率 可是呢就要问问消费者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了呢 那如果说今天消费者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 其实政府这边也可以来帮忙推一把 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台北市在今年12月的时候 环保局就公布了哦 手摇饮料店是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胶杯的 而且在今年上路之后其实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而已 还有包含他们也要推出循环杯的新制度 有一些连锁咖啡店就先开跑了 但是呢环保局他们也规定了哦 在2023年的元旦也要正式上路 也要强制执行 那么如何做呢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冬天草莓季首摇饮店看卷商机 推出各式草莓饮品 粉色的梦幻颜值让人少女心爆发 但现在不论喝冷饮热饮 通通换成纸杯包装 一次性塑胶杯正式走入历史 北市12月请了禁用一次性塑胶杯 影响店家超过2200间 市面上不少建策性饮品 现在是喝得到但看不见 为了不让饮料失去了美感 有店家呢是推出了全新包装 让人用纸杯同样可以拍照打卡 像我们的芒果系列 或者是草莓系列就有建成 就是让顾客像我们的 有时候下面是鲜奶 上面可能是季节性的水果 打起来是建成很漂亮的 对那虽然纸杯内容物都是一样 只是说换了纸杯之后 我们会在外观上 会有更多的发想跟设计 业者响应环保都很愿意配合 事实上各家饮料店 从今年7月就先行实施 自备环保杯折笛五元优惠 金钱的诱因下 民众自带杯比率 从过去的6%提高到16% 比较明显的就是政府推出就是 自备杯店家有折扣 就是给消费者折扣五元开始 那时候会比较明显 但在这之前很多习惯性 就是有环保意识的顾客 他们习惯性使用自己杯子的人 其实陆陆续续 他们都是一直使用自己的自备杯 北市率先扩大减速 全面换成纸杯成本也提高 现在塑胶杯成本一个月两元 改成纸杯后 成本至少增加70% 却不一定更环保 纸杯的内侧临摹依旧是塑胶 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把一次性的塑胶杯都改成纸杯 只要还是一次性的话 其实这个对环境来说并没有比较好 因为一次性的纸杯 它还是资源的一个消耗 那它在用完成为垃圾之后 还是会涉及到垃圾处理的问题 或者是后端回收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那所以只有从源头去减少 一次性容器的使用还有产生 才是比较根本的解决之道 我们现在循环杯的话有三个尺寸 那你要哪一个尺寸呢 这边是中杯 然后有大杯跟特大杯 减少一次性容器是未来环保趋势 连锁咖啡店业者就扩大导入循环杯机 到北台湾共60家门市 提供租借服务 好 那我们还完杯盖以后呢 我们会扫描杯生的条码进行还杯 把杯子投入里面 这样就还杯完成了 然后押金的话会在公告的时间内返还 每杯预扣押金50元 七天内零贵还杯后 就会退回到会员账号 力拼在2023年底进入到全台门市 小金专举了 那我们现在内用使用的是环保杯 另一家连锁速食店也提前备战 针对内用消费者提供可清洗 重复使用的内用杯成装 目前台北一家分店先行测试 接下来会推展到其他分店 环保署规定 从明年开始 连锁便利商店与连锁速食店 至少要提供5%以上循环杯租借服务 各县市政府也必须在2024年底 全面竞速 台北市是在今年的12月1号开始 我们预计在12月20号全数完成机查 那目前以机查的比率来看 我们不合格的比率是占1.2% 那我们会来辅导它限期改善 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减少一次性容器的产生 当然更希望民众可以做到源头减量 台湾人爱喝手摇印 一次性塑胶杯的用量 每年就高达近40亿个 减速刻不容缓 一次性塑胶容器慢慢退炒 使用自备环保杯成未来趋势 TVBS新闻 于心汉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好不过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来减速吗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 其实这些塑胶制品 它就是用我们的化石燃料为基础做成的 可是它现在也成为我们的一个 头号的这个环保的功敌之一 但是要真的完全减速 说真的非常困难 因为好就算我们不使用这个宝特便宜 然后不使用手摇印度的这个塑胶杯好了 其实塑胶它使用的一个范畴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大 比如说像是安全上甚至是医疗防护上面等等到处都是塑胶制品 所以说要做到完全无塑真的很难 可是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研究报告显示 有10%的温室气体它就是来自这一种用化石燃料做成的塑胶废弃物 而在这一次今年的Corp 27 他们有特别提到关于这一些废弃或者是一次性的塑胶制品 要再如何通过国际合作还有法规调整 他们现在要努力的来寻找一些替代品 当然大家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无塑生活 要到真的无塑生活也很难 可是现在德国他们却也发现了一件事情 是这一种塑胶废弃物 他们希望可以来进行recycle 就是来进行再回收律用 可是他们发现说基本上只有两成不到才可以来回收 可是就算回收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顶多也只是个垃圾袋而已 好像这个回收的部分并不是说真的那么的有用 那么的有效果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稍微借进一下德国 因为他们现在也提出了一个解方式 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塑胶可以回收再利用 所以是在这个杜塞道夫这边举办了一个KFAIR展 他们主要就是说3000家厂商都有来参展 然后包含了157个国家 那当中这一次的三大主题就包含了像是循环经济 还有气候保护还有数位化 而其中循环经济他们的着重的主题呢 就是在塑胶的回收技术上 那可以看到他们当中也有就是有人提出 就是像R-Cycle这一块就是他们其实在那个上面 有看到很多像洋芋片的包装 他们其实就有藏了一个数位的浮水印 他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来辨识包装材质组成 那当然是可以帮助可能这些回收业者啊 可以知道回收过程中可以有可以获取到一些资讯 让这个塑胶制品呢可以回到这个循环经济 然后再利用 那当然因为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这个污染物 不要再流入这个自然环境当中 那他们有提到这一次的一个算是比较有进程的一个方式 就是在这个农地的地模 像这个好像在出售到中国大陆这边有农地地模 他们也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减少可能塑胶制品的产生 那因为他这个还获得了今年9月循环永续奖 那希望这个目标就是可以把这个推到国际上 就是大家都可能可以注重这样子可能数位辨识 然后让他可以知道我们整个回收的过程 然后获取更多的一些资讯 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来促进循环经济 摆脱这种用完一次就丢的一个窘境 可是有说到要减少化石燃料 除了我们要再替这个塑胶公敌找解方之外 现在还面临另一个困境 就是我们受到乌俄战争的一个影响 欧洲现在面临的是他们可能没有这种足够的天然气可以使用 尤其冬天又来了 大家就很怕会面临最困难的一个寒冬 可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虽然欧洲他们表示说 今年的冬天天然气的库存是够的 但是专家说明年反而要挫雷蛋 为什么呢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与卡达签下一纸合约 德国像是吃下定心丸 卡达将会从2026年开始之后15年之内 每年向德国输送200万吨的异化天然气 欧洲各国忙着未雨绸缪 就是怕能源短缺的压力持续笼罩 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最大的能源进口来源 包括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在今年2月之前都大量仰赖俄国输送 虽然今年冬天预计能平安过关 但专家认为短缺危机其实现在才正要上演 为了解决天然气缺乏的问题 欧洲就必须转而购买 义太天然气 while russia provided a decent portion of the eu's lng in 2021 so did countries like qatar niger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geria but europe is facing fierce competition china was the world's top buyer of lng in 2021 in 2022 however china began consuming less energy as the country's strict zero covid policy slow down the economy 也就是说欧洲的液态天然气供应 恐怕还会受到中国大陆的疫情影响 虽然预估明年全球新增大约200亿立方公尺的 液化天然气产能 听起来很多 但光是今年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 就有600亿立方公尺 因此是小屋见大屋 而且中国大陆从去年就积极采购液态天然气 集中85%的新增产能都被中国大陆承包 因此欧洲能采购的数量很有限 预计到明年夏天 欧洲天然气的需求缺口将达到300亿立方公尺 能源缺口大 也就是说通膨的情况将更难以应对 就算是大力升息 可能还是徒劳无功 因此从去年开始欧洲国家就积极拨款补助 砸下超过6000亿美元 来缓解能源高涨造成的冲击 而且专家担心能源推升通膨 将会影响到税收冲击到后续的能源补助 造成恶性循环 不过这波能源短缺或许 也能带来正面的影响 欧洲在绿色能源的投资进度上 有望因此而提前 专家强调 借由这次机会欧洲能源供应将会更加多元 尽管要经历两三年的阵痛 但就长期而言 反而是更正确的发展方向 据月新闻 综合报导 不只是欧洲 包含日本 现在北半球等等 也都出现了能源危机 但是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是一个好方法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他就呼吁大家 冬天的时候穿高领衫 也就是说把我们的脖子保暖好 而且呢 最好可以你再加一个围巾会更保暖 而且让大家在保暖之余 就可以来减省用电 所以说也就是说 他就建议大家夏天很热很热嘛 我们就穿少一点点 在办公室的时候 能不开冷气就不开冷气 或者是我们把冷气温度调高一点 冬天很冷的时候 我们穿高领衫来保暖 是不是就可以减缓使用这个电力 而进而减少这个电力危机 可是我们可以理解 欧洲会有这个包含天然气啊 或者是电力上面的一个危机 但是为什么连北半球 日本这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呢 因为其实主要就是全球都有受到 这个俄乌战争能源的危机 那包含日本他们自己 2050年要达到这个碳中和 还当然要解这个俄乌战争的能源困局 那再加上呢 他们现在还有就是恢复核电 还引发了一些争议 那主要当然就是 他们现在的这个发电啊 或是用电量 大家都有在做一个新的可能思考 尤其像恢复核电这一块呢 其实他们最后在8月 其实有在拍板 想说要不要来整个重启核电 来解救这个 现在能源缺乏的一个状况 好是的我们就要延续立军的一个话题 重启核电这件事情 可是在重启核电之前有一个问题可能是要解决 我们先带你来看一下这个前提 是在去年4月的时候 福岛的第一核电厂 他们有超过百万吨的废水要排入太平洋 但是呢 这个川的放射性的元素就引发讨论了 大家就想说这个川可以这样子随意排放吗 可是其实他们其实有尽力的去把一些这个放射性元素给排掉 可是因为这个川呢 他跟氢是同位素 也就是他是水的一部分 他真的很难去除 那么现在大家也引发讨论了 不过我们就先带你来看到 目前在福岛的第一核电的站内储存的污水 大概有132万吨 这132万吨怎么来的 他是呢主要是由这个为了防止核废料持续的过热加入的 冷却水还有雨水跟地下水所累积而成的 这相当于500个奥运的标准泳池 而且他们每年要花大概1000亿日元 也就是大概台币245亿元 在处理这一个储存污水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很严重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呢宣布要盖这个排核污水的设施 而且这个排水的用海底的隧道 他们已经挖了780公尺了 那么原本传出呢 这个工程可能会推到明年的夏天才会完工 可是现在他们面临的是 因为这个污水已经非常大量 必须不得不排出了 所以说他们现在呢 如果说这个东京电力公司就表示说 如果要排放这个废水的话 他们呢这个放射性的计量呢 上限是每年是0.05毫西幅 大家就想说这个放射性元素 好就算是0.05毫西幅 听起来好像并没有很多 可是它再怎么样都是一个放射性元素 但是呢我们来看看 就是包含在英国的一些学者 他就认为说 其实我们在东京飞往伦敦 10个小时哦 你在搭乘搬机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受到0.07毫西幅的辐射 其实比这些废水还要高 所以他要大家的事不要太担心 而我们也带你来看到 他们是怎么样来清除这个核污水的 首先呢是把这个核污水 经过这个进化之后 再转到储水槽里面 再进行稀释 然后排入海洋 而在进化的过程最为重要了 他们会把污水中的64个核素 几乎完全去除 可是就是我刚提到的川 还有碳14是没有办法去除的 可是呢这个东西 真的对我们的身体 人体还有环境会造成影响吗 因为现在就有英国这个 分子病理学的专家 他就有指出了 其实川呢 他到底有没有对人体 造成多大的伤害 他只说大概是将近 像是喝下500cc的水 然后很快就要去洗手间 把它排掉 那其实就是川通过体内的时间 非常的快速 对非常的快速 而且其实他的 等于是说他的残留 就是等于就是立刻会被排掉 那当中还有讲到就是 煤跟丝 他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对人体比较有害 不过他主要都是残留在鱼骨当中 不过很少人会去吃 可能会吃进肚子里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海洋放射性的化学家 他也指出了 其实川排入大海 会随着海洋流动 但是呢 辐射剂量的系数相对来说 也会比较低 而核污水其他的63核素 其实比较需要被重视 因为刚刚就说被排掉了 只是这个是因为跟青是一样 它是水很难被去除 但是呢 到底这些放射性物质经过食物链 会不会造成哪些威胁 专家他也指出了就是含量 其实取决于排放计划 还是要仔细去监控 我们到底是排多少 或者是我们设定的标准是哪些 那还是要来仔细的监控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说 如果是能够把它降到安全值以内的话 其实是可以 或许是有机会可以被接受的 那么确实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现在日本他也面临几个不得不 他们希望说在解决这个用电危机之外 还要来持续的进行碳排的一个减碳目标 所以说现在包含首相岸田文雄他也提出了 是不是说可以来开发以及建设新的核能反应堆 来解决他们的电力问题呢 因为我们来看看 现在呢发电产生的碳排量 我们来做个比较 核能呢是117克每千瓦的一个单位数来看 那么天然气呢是442克 而无烟煤是864克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核能真的是相对干净许多 而且他们在发生这个地震然后引发核危机之后 其实他们国内也因此面临了一些 就是比如说碳排放增加的情形对不对 因为他们现在当然就是说如果没有核能发电的话 他们就会仰赖化石燃料 因为他们现在仰赖化石燃料比例还是非常的高 再来就是能源价格的极深 就是因为恶物战争 那再来就是会增加日本民众的负担 可是呢因为现在能源不足就加上我们的碳排目标 所以要重启核电变成好像是无可避免了 因为如果来看看他们现在的一个电费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平均美家庭的月电费呢 是从过往2021年的7100日元到现在呢是9100日元 其实涨幅有达到28%算是很高 所以日本他们也有做一个调查说现在要重启核电的比例的民众呢 其实有高达58% 已经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倾向于在重启核电 显然他们现在有迫在美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能源不足 还有要减碳减少碳排放的一个状况 因为现在确实在整个气候变迁之下 包含我们可以看到加州也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个干旱 而在当地出现了一个还蛮特殊的职业 叫做节水警察 一起来看 洛杉矶的豪宅区刚萨雷斯忙着巡逻 但他的身份不是维持社区安全 他的任务是在巡查用水有没有浪费 这几年加州持续陷入百年干旱的困境 激出不少的深水法则 身为土生土长的加州人 刚萨雷斯认为用水的方式其实早就不合时宜 被称作节水警察 刚萨雷斯的工作常得从天还没亮就开始 从不同的区域开始巡查 甚至还要展开调查 减少滥用水资源的机会 目前根据加州颁布的限水措施 包括草坪浇水一周不能超过两次 违规就会吃上500美元的发胆 但刚萨雷斯表示 他们主要的工作其实是规劝 并不是到处开拔 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 他们有破坏的脚趾 或者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污染时间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会给他们的时间 调整 过了避免当地民众宁可缴发胆 也不愿意省水 水费增加五成的次数超过八次 就会被强制安装水量限制的装置 让用户可以维持正常生活的用水 但没有足够的水压可以浇灌草坪 我们只能用户可以维持 所有其他训练的训练 它其实是活动的 所以最大部分 我们真的没有设置了 这么多的水费 我们不是敌人 我没有忽略 在你脱离水 禁止你的水 或者给你费费费费费 钢萨雷斯虽然是在两年前才加入水务局 但已经感受到水资源的明显变化 规称取缔只是这些节水警察的部分工作内容 平常调查的数据也能成为最有用的资源 钢萨雷斯就加入捷径水计划 协助改善缺水的状况 因此要成为所谓的捷水警察 还需要有专业的相关知识 必须要拥有配水处理或是水资源处理的证兆 年薪就可以达到7万美元 钢萨雷斯表示加上巡逻的加班费 年薪甚至接近10万美元 也成为加州独特的一项职业 据VIA新闻综合报导 不只是加州 我们现在呢 其实中南部也进入枯水期 增稳水库的水现在只剩下三成二 所以也要做好节水工作 今天谢谢丽君带来的解说 还有分析环保气候一题 我们下周三再见